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米 又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神剑原则2的视频 以上来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死神海岸 然后我们先去开一下这个传送点 在这个死神海岸上有很多这种毒瘫啊 并且有很多这种淤堆 这些东西呢 都是可以触发这个幸运的 如果小伙伴们缺什么这个装备了或者什么了 就可以尝试着就是来把幸运堆高以后 来摸这些鱼堆来找这个看能不能刷出装备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那在这里呢 就我们照例和灌肠一样 就是捡垃圾的部分的小米也来完成 所以部分呢 就不跟大家看了 我们往右走呢 可以触发这个第一个传送点 然后一旦我们下船了以后呢 这个加雷斯和这个塔奎因会跟我们一起下船的 所以现在船上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商人了 我们要再去找商人的话 他得到这个镇上去找啊 然后呢 在这边啊 在海滩的这个左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滩上有一只鲨鱼啊 我们可以跟他聊聊天 他快要死了 我们想救他 但好像已经救不了了 我们就帮他摆脱痛苦就可以了啊 这关系到我们后面的一个后续任务 我们还是让这个伤害比较高的这个西贝尔来攻击啊 这样可能快一点啊 就是这个手柄可能这样操作不是很方便啊 然后呢 你攻击他以后他死了以后啊 你可以在他身上捡到一个这个尸体的 肢体的一部分啊 诶 这事还下不来 西贝尔站的这个地方真是好啊 这可还行 诶 可以捡到一个尸体的一部分 可以吃掉他 得到一些关于一个任务的一个记忆啊 然后这个鱼堆还给我们一个恶臭的这个debuff啊 主要就是会降低一些这个人的好感度 诶 就是这个啊 我们让这个西贝尔吃掉 诶 发现一名男孩正在游泳啊 叫做乔 然后他想游到换了宝去找妈妈啊 诶 结果就被这只鲨鱼给吃掉了 我们知道了这么样的一个细节 诶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嗯 这个沿岸这边有很多很多鱼堆啊 都可以去捡啊 小米这里就不尝试了 然后小米障期视频呢 有一些地方说的不太对啊 首先就是第一点就是我 我之前说想把这个金字塔扔在那个镜子旁边啊 方便我们以后回来洗点 但小米后来试了哈 不知道是因为改版了 还是我之前记错了哈 反正嗯 现在不可以了哈 你只要在这个 诶 这就是尸体哈 我们前面会触发一场关于这个 呃 就是那些小虫子哈的战斗 诶 就是这里 诶 就是现在只要在这个复城里程号哈 你无论是人带着这个金字塔 还是把金字塔扔在地上哈 你都没有办法传送 就像是被屏蔽了一样哈 那个区域就是已经被 嗯 就是被干扰掉了哈 就不能了 所以以后每次洗点 我们都不得不必须得 就是走走到这个三楼哈 这比较麻烦 但也没有办法哈 我小米试了很多次哈 都是不行 那如果有小伙伴知道 呃 怎样可以 也可以告诉我哈 诶 这个火 虫子里还有两只是特别的哈 就是这两只一爆的这两只哈 他们呃 受到伤后 我弹到的弹出来的这个火焰哈 是这个呃不是普通火焰哈 我们可以给调查一下 一个叫死灵之火 这个火的特别在于什么 它不能被水熄灭啊 诶 它会持续燃烧啊 这个火是比较烦的 而且它死了以后 应该是会爆炸的哈 我们可以试试看 能不能把它弄死哈 炸一下也可以哈 哎 固的哈 非常好 这样就比较好哈 然后我们 嗯 打一下这只吧 哎 还不错哈 这样就是他们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本来其实他们的战斗力就很弱 哎 就是像小米说的哈 你每到一个新的地图 这个游戏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哈 会送你一些经验 哎 就就是为了让你看 你看这个虫子经验异常的高哈 哎 就是为了让你拉平 跟之前涂着这个差距哈 一般如果你之前这个 经验不足过 到这里也绝对可以的 会再升一级啊 哎 小米的理解 我觉得是对的哈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就把这些收掉就好了哈 就很容易哈 甚至这个飞恩可能都不用招宝宝哈 招一个图腾就好了哈 我们飞恩后来洗点的把智力都洗掉了哈 这个智力加点跟这个 跟这个宝宝的伤害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它会影响这个图腾的伤害哈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图腾的伤害 由于我们把智力洗掉了会比较低哈 但是 也还好哈也还好 我们主要靠的还是宝宝哈 哎 这个图腾也有85呢 也还可以了哈 也还可以了 还有一只啊 还有一只在哪 我在后面哈 嗯 那我们就跳过去吧 是吧 哎 从来没用过这个智残射击这个技能哈 我们射一下 哎 过的哈 可以 哎 这场战斗就非常轻松的解决了哈 我们可以看看它尸体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啊 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哈 这个火是不能熄灭的哈 我不知道这个战斗结束了以后 会不会随着时间延长熄灭掉哈 但是目前看来好像不会哈 我们把这个灭源收了 哎 啊 灭源出入哈 哎 会熄灭哈 会熄灭 那之后小米自己回来哈 反正我要回来捡东西哈 我就自己来处理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哎 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只牛死在这儿了啊 哎 也可以看到 湿湿的车队哈 这是一个日志的更新 好像有什么特别糟的事情发生了哈 可以看到这边 哎 各种死去的人哈 稍微的捡一捡哈 哎 稍微的捡一捡 哎 这有个矮人哈 我们可以跟他说一下话 看发生了什么 哎 她脸色惨白啊 这烤枪是发了疯啊 哎 我们让彼斯特来跟他说话 彼斯特跟他同族 哎 她们好像是遇到了虚空异兽 哎 她们好像是遇到了虚空异兽 哎 命远术士 他们之前应该是抓了一些命远术士哈 不见了 哎 她提到了这个洛哈啊 就是之前我们都提到过的这个洛哈 哎 是他们的老大 在黑牛酒馆下面的爱飞中心啊 哎 她看到那些东西沿着拳崖 哎 这些都是给我们的一些提示啊 为我们后续的任务提供一个方向 然后这边唯一比较好的就是这个箱子啊 这个箱子里有一把比较好的双手武器 但可惜我们的人都没有人用啊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就捡着了 哎 然后这里的垃圾也在说啊 然后你也可以往右边走啊 右边有座桥 这边也有一个任务啊 但是涉及到一场战斗 我们还不着急 我们先 我们先看一下角色哈 我们快要升级了哈 我们先堆到下一集 以后我们再看哈 哎 这边这边有个鸡窝哈 这个也有涉及到一个小任务 但是也是先不着急 这个小男孩如果你的队伍里有这个 伊凡的话哈 会有他的这个特殊的对话 他是来送信的 哎 然后我们就往这边走啊 哎 经验导师神问我们啊 我们说在城外遇到了一个车队哈 发现死去的经验导师 哎 说西空异兽来了 这是一个法网挥挥 这么一个任务 哎 我们就可以进城了 这些人也就不会拦我们 这个 呃 浮沐阵哈 是这张 这不是这张图哈 是我我认为哈 是整个这个 神经文字2这个系列视频 这个系列游戏中哈 最大的一张图哈 最大的一张图 哎 浮沐阵也是这个各个设施最全的哈 任务也也很丰富 哎 我们这里边有个土堆哈 我们可以挖一下 小米就把一些隐藏的地方哈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呃 常规能搜索到的哈 就不说了哈 就有一个死掉的这个 诶 经文导师 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死在这 诶 它是个灭元术士应该是哈 他又不想被抓去欢乐宝啊 他所以他想走啊 但是他没成功 诶 是水里的某种生物 好像把他杀死了 然后我们继续沿着这走 就可以进到这个镇子 这个镇子上有很多很多的NPC哈 你就可以尝试着去对话一下 但是 不一定都有任务哈 然后如果你为队伍柳一凡 这个 这个经文导师会把一凡认出来哈 认出来他是一个这个 因为一凡很有名嘛 他会认出来他 然后想把他抓走 还抓到监狱里哈 如果你反抗 诶 整个镇子上的这些商人 都会给你开战哈 所以一定不要反抗 即便你的队伍柳一凡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哈 你就找其他的同伴去去去去去去老里救他就好了 就像在荒乐堡中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老里也有一些放这个装备的箱子 还记得把一凡的装备捡回来就好了 我们在这个有个小直线任务哈 是这只狗 我们拍拍这只狗 他的脖子上有钉子 他脖子上的象圈里边有钉子 我们可以告诉他就是让他信任我们 这个狗就不疼了哈 他是旁边的这个 可以看到这旁边有个乞丐哈 这个乞丐故意养这条狗 然后把他弄伤 让别人同情这条狗来给他钱啊 然后这只狗就就走了哈 然后我们可以跟这个乞丐对话 哎 说他残忍啊 他说那是他的生计 哎 我们让他去找份工作 他说不 我们让他滚住小镇 他说不 啊 我们威胁他把这个他的所作所为告诉别人啊 然后 哎 他他他就想贿赂我们哈 但他其实 哎 他其实没有多少钱哈 你只要要他全部的话也给不了几块钱哈 五块钱好像是 然后这也是一个传送点 然后这周围全是商人哈 而且 嗯 这里比较不好就是 你你即便偷气点的很高哈 但是这里边很难进行偷气哈 因为这边NPC很多 哎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哈 后面有有技巧的 小米可能可以 大家介绍一下 我就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但是不着急哈 因为每一个人就只能偷一次啊 你现在这个等级偷到的东西 啊肯定没有之后你升级了以后 再去偷更好啊 哎 所以就先不着急 然后呢我们先往这边走啊 哎 这边走你会遇到一个女的矮人啊 她是一个骗子 哎 她是一个骗子啊 她身上有一个 哎 她在这装可怜哈 让我们帮她哈 她说她丢了钱带 让我们帮她找 哎 我们答应帮她找或者不答应她 帮她找她都会偷我们钱啊 然后偷完就消失了 然后呢她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偷窃家的手套哈 我们很想要 但是怎么办呢 你如果在这想前行是不行的 因为有两个人在这野餐 你可以看到哈 这两个人在这野餐呢 哎 她会看到她哈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哈 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在技能里选啊 哎 哎 我们把这个祝福先换掉 我们换这个便机树 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矮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护甲的哈 所以她是可以被我们便机的 哎 哎 就会捡一点好感哈 没关系啊 不管她 哎 然后便机的人哈 就会无目的的这个乱走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着她 哎 她就脱离刚才那个地方了 哇塞 你进去了 是不是有点有点活分了 啊 进去了哈 进去了 哎 别走 啊 她找她的袋子 她找袋子 我们赶紧找另一个人 拖住她哈 不能让她走出这里啊 那就跑偷了 但是我们的费恩被她拖住了还不太好 我们赶紧换一下 这里好像有个人哎 这里是有个人吗 有人吗 啊 可以哈 这边有个精神导师 但是没关系哈 他进到这里来了哈 我们赶紧 哎 偷窃失败了 为什么 别呀 偷窃二的手套 no 你不要走 她可能会消失啊 那你这是逼我杀鸟 对对 你别往这边走还别往这边走 你能不能停下来 我不能让她走掉啊 她走掉会消失的 哎 话音刚落就消失了 但是哎呀 好气 好气啊 啊 偷窃二的手套 惊了 她跑到这里来了哈 她跑到他们这个救援导师办公室里来了 可能是刚才偷的时候被被救援导师的视野看到了哈 所以这个 哎 如果你觉得你的位置不够好的话哈 你可以就是等一会哈 等CD结束以后你再给她变一次机哈 她还会出来的啊 我刚才有点着急了哈 但是方法小米已经说到了哈 但是没有手套没有手套吧哈 也不差这点钱哈 不差这点钱 算了哈我就不独挡了 哎就是 小米告诉大家哈 这样你就可以办得偷窃堆到 我现在就有六点哈 我现在就已经堆到了六点 哎 你就可以堆到更高了哈 然后再一进来呢 我们可以 首先往哪里走哈 我们这一进来这个 大家大多数就感到很迷茫哈 不知道该去哪做任务 该完成什么事情啊 有一些线索哈 比如说 之前就说嘛 有法网恢恢这件事情嘛 就有 有人让我们去来这个 岸边哈 来跟这个金元导师报告哈 我们来跟他聊聊天啊 就是这个雷蒙德 他是要叫开船走哈 要去找这个达里斯 哎我们可以跟他聊聊天啊 他觉得我们是命远术士哈 他好像闻出来了我们的味道不一样 他这个看起来很凶哈 但是我们只要这个谨慎对待哈 也没有问题的 这里边可以要说服他 我们力量说服哈 力量说服 小米这里呢 已经把盗窃都洗掉了哈 现在点的是四点的交涉 两点的盗窃 都是靠这个手套和这个腰带 在堆的哈 就是靠装备夹的 也是这样的 因为你这个进到这里边 有很多嘴炮的任务哈 最少要四点交涉才比较稳 所以小米就洗了一下 哎他他让我们调查之前这个案件哈 说失事的撤队是什么事情 哎他觉得这个矮人就是洛哈他们很可疑哈 让我们去调查他 哎给了我们2000经验啊 哎他把他的这个同伴留下来了 他不想留下来 结果就被他给干掉了哈 没干掉干倒了 哎他把他留下来了 哎我们去查一查这个矮人引发的麻烦 哎他给了我们一张通行令哈 这张通行令非常有帮助啊 然后我们在这个城里如果有救援导师拦住我们 就可以出事啊 我不知道你拿一张通行令 那个就是广场上那个会抓一板的那个人 会不会就不抓了 这个我是不清楚的 小伙伴感兴趣可以试一下 嗯 但是其他的这个是可以的哈 然后我们可以跟这个人有对对话 哎我们要跟他说车队的事情 哎 哎就可以再得到这个经验啊 这边可以得两次经验 小伙伴不要忘了 哎三三三次 哎我的天这么多次呢 哎他让我们去调查洛哈 这个矮人这个种族好像在这个世界里是受到歧视的哈 就有点像像我们这边的黑人这个感觉哈 他说死神峭壁那边是矮人的基地啊 哎我们就叫他 哎然后我们就可以了哈 所以就是他们都怀疑是矮人干的哈 但实际上 呃这个车队失事的事情 那矮人有一定关系哈 但是不是他们主谋啊 不是他们主谋 哎然后我们走到这岸边啊 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这两个小孩 哎他说他的爸爸是金元导师 哎我们问问他 看着水面是问他们在看什么 哎他说他去找他的朋友去游泳了 他要游到欢乐宝啊 哎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鲨鱼吃掉的那个小孩啊 哎然后大家就争论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两个小孩啊 哎 这边有两个选线哈 如果我们告诉他了 会获得这个任务的经验奖励啊 哎如果不告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哈 就是爱命哦 所以我们还是告诉他们吧 哎 这不能骗小孩子哈 小孩子是不能欺骗 哎你看这可以得到奖励哈 我们当然要穿宋剑肘了是吧 啊这两个另外两个根本不能比啊 这样就可以了 哎这个有很多这种鱼筒啊都可以摸的 哎这有个蜂巢我很想摸哈 蜂巢 哎都可以摸的哈 这个都大家都记得哈 可以用来这个 呃 触发幸运 哎这是这个小任务啊 然后呢我们再往上走哈 哎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偷窃失守的那个屋子里啊 那边里那也有个任务我们去接一下 哎一上来我们就先接一些 这个不痛不痒的任务哈 就是不需要特别难战斗的任务 来升一升等级 哎 别别不小心点着偷窃了哈 这这这这很严重后果 哎 我们跟他说说话 问他这个有禁远导师失踪失踪了哈 定正在掉海里 是这件事情跟我们之前在车队那个地方不是一个事哈 这是两个案子啊 就有的时候刚入城 小伙伴们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事一样哈 其实是两个事 嗯 我们就帮他调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他很凶哈态度非常差 哎他认为是一个小的修补教 有名叫希格巴哈 希格巴这个名字真是 希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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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很奇怪啊 哎 说有三个机缘导师失踪了 说是他是幕后黑手 哎 我们就跟他提一下这个啊 获得的奖赏的问题哈 就就结束了 这个任务我们就算接到了哈 哎 然后我们来调查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屋子里还有一些东西哈 可以下到这个地下室并且可以上去哈 但是还不着急我们先先做一些别的任务哈 嗯 然后这边这边是这个黑牛酒馆 哎 这个黑牛酒馆里有好多任务哈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哈 我们一点点来哈 一点点来 我们 就是我一期可能不能把这所有任务都清掉哈 就小伙伴看着可能有一些乱 但是 嗯 也是没有办法的哈 因为受等级所限有的任务不好做 现在我们可以一定得等一等来做哈 我们先去下面去找这个洛哈 哎 然后他遇到这个beast了哈 beast就会把 他就会跟beast叙叙救救 就让我们下去了 你如果队屋里没有beast呢 他会不让你下去哈 其实你可以贿赂他 给他50块钱 他就能让你们下去了 哎 然后我们一下来 这边有一个隐藏的这个挖掘点啊 我找到了 这里有一个 好像是个袋子吧 那是个袋子哈 我们 打开 没什么好东西哈 100多块钱 凑合吧 这下面就是黑牛酒馆了 并且这下面有我们 这一当中最 这一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哈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吸烟的哈 吸烟馆 哎 他这卖的这些烟哈 就给我们加非常非常强的 战斗buff 并且使用时间还挺长的 哎 我们一旦遇到这个比较难的战斗呢 就可以过来啊 就吸一管烟是吧 加一个buff再去啊 这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里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哈 就是这个 堕落的多罗迪亚 哎 这个任务非常的有用哈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哎 他说他有东西啊 可以给我们 说只给那些能成就大事的人 哎 哎 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冠军哈 非常值得 哎 他说我们是接近天选者的人哈 我们随便的选择都没关系的哈 一般都都可以成功的哈 哎 哎 他说我们选择哈 这里边一共有五个选择哈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是加二力量 减二体质 第二个是加二智慧减二体质 第三个是给你2000金币减二体质哈 就是永久减二体质属性 哎 我刚才加这些都是永久的哈 第四个好像是加二敏捷 我没记错的哈 减二体质哈 哎 最后第五个 是给我们一个重生的雕像 减永久的减二体质哈 我们选第五个 嗯 这个是最划算的 哎 我同意他的交易哈 哎 然后我们得脱离队伍哈 因为他的这个case 必须单独过去啊 我们人多去他不行 然后我们绕一个道走啊 这边把这个传送点打开啊 哎 这会永久的减二体质的哈 就会使我们每个人 有可能当当场这个盾牌衣服什么的 就要掉下来了 因为就是永久减的 只能靠我们升级加加回来啊 嗯 以前在正式版 在在终极版之前哈 可以通过就是雇佣兵 我们在船上不是有一个蓝色的蜥蜴蜴人吗 在他那里可以雇佣一些雇佣兵 就是不用我们这些伙伴哈 有这些雇佣兵 哎 拿这些雇佣兵来换这个雕像剑 他们的体质哈 现在已经不行了 终极版已经不可以了 小米试了很多种方法啊 都不可以 因为雇佣兵来这里触发不了他后边的对话 他会说你虽然接近于天选者啊 但是你你不够格哈 你不够格得到他的礼物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选项啊 哦 他嫌我们是这个骷髅哈 我们还得还得改变一下妆容 哎 事真多哈 事真多 啊 随便把他变个西人 西人这么丑啊 哎 不如骷髅呢 好吧 这蓝蓝的你喜欢吗 还有尾巴 哎 他觉得太棒了 你看这女人非常 品味非常奇特 哎 他就变成了一只蜘蛛哈 这里你不要选第二个 第二个就就得不到了哈 一定要选第一个 哎 得到五千经验啊 你要注意这五千经验是针对一个人的 只针对分一个人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哈 意味着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可以过来得一次哈 每个人都可以 哎 这个这个随便选哈 不要选个人的开战就可以啊 哎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天赋 蜘蛛之吻 我们看一下啊 天赋啊 蜘蛛之吻 哎 永久减了二体质哈 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重生的雕像 就等于是这是随时触发的一个复活圈轴啊 就是跟那个重生的天赋是一样的 哎 然后一旦这个这个雕像用过一次以后哈 会变成这个不是闪耀的就是暗淡的哈 你把这个那个东西跟复活圈轴再重新一起合成一次啊 这个这个就又变成了一个闪耀的重生雕像 就又可以在那什么了 哎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三个小伙伴另外几个小伙伴 每一个人都都去跟他聊一次哈 每个人都跟他聊一次 得到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还是很有用的 因为我们后面的战斗很容易就死了 因为这个敌人伤害很高啊 虽然减二体质其实有点伤哈 但是我们加加点的时候再给他加回来啊 你坐在这里就随便选了哈 哎 不行吗 只能得一个吗 哇 这里好像也改了 之前好像不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可以的 呦 那这 那Beast就加智力吧 对吧 Beast 哎呦 那这不划算了啊 那费安让他捡体质不划算了 那不如让别人去捡啊 我不知道这个智力是不是也是一次性的哈 这这个我还没想到哈 我只试验了一两次哈 没试验出来 后面 哦 就不可以了 呦 那这重生雕像拿不到四个 只能最多拿三个吧 还是只能拿两个 嗯 是这样的原来 这个肯定是改过啊 因为我记得以前 重生雕像能拿到四个的 呃 就是每人都可以有一个 现在这个绝对是改过了哈 呃 孤英兵不行了 这个这个这个 天选者自己来 都只能拿一个哈 可能是觉得重生雕像太bug了 的确是很bug哈 但是 但是我们最少可以拿到两个哈 因为我们还可以偷他一次啊 哎 但是我不知道偷完他以后 再跟他触发这个战斗 哎 他还会不会给 就是会不会有掉落了 这个我是不清楚的啊 这个不清楚 只能是我来试验一下 给大家试验一下看看 哎 那我们就亲吧哈 亲 让你亲 让你啃 哎 恶心的要命哈 嗯 行了行了 清完了 可以了 行哈 然后就行了 给了给了 哎 我们看一下beast的天赋 就跟这个飞恩的不一样啊 他是加了二之力啊 加了二之力啊 加了二之力 反正我们是法师 对吧 加二之力也挺好的 加就加吧 嗯 我们的飞恩也走哈 不得我们beast去找飞恩 然后我们要这个西贝尔去吧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对话 就选一个就少一个啊 哎 我们试一下看看 那我们的飞恩可以过去先悄悄悄悄偷他一下啊 趁他在这个屋子里的时候啊 嗯 但是我不知道我没点这个偷窃技能会不会偷不到啊 哎 为了保险啊 为了保险啊 小米决定之后我去洗一下点 点了这个偷窃以后再来偷他啊 这个万一偷不到重生雕像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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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亏大了 哎 我还是先保险起见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试一下是不是选过的选项就不会出现啊 哎 不是 吃重生雕像这一个只能拿一次啊 其他的都无所谓啊 哎 那我们就选这个吧 应该是加米结的啊 啊 同意同意同意 走吧 哎 就是很磨叽哈 那后边呢小米就剪掉了哈 小米就呃 直接跳到最后跟他战斗的那一部分哈 就是我还会 我之后会把飞恩 嗯 就洗点洗的这个盗窃高一些哈 然后去 把这个重生雕像再偷一个回来 然后 再跟他开战哈 看能不能最多得到三个重生雕像 哎 我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小实验 好吧 那我们就稍后回来 好的哈 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小伙伴哈 最后一个小伙伴是我们的这个洛斯 哎 之前小米刚才有个地方说的不对哈 就是 呃 五个选项里倒数第二项哈 西贝尔选的那项是加智慧的哈 不是加米结 也就是说 这五个属性是 分别是加两点力量 加两点智力 哎 获得两千金币 加二智慧以及一个重生雕像 这样是可以的 哎 然后呢在这里哈 最后一个人已经获得完经验以后啊 我这个就可以 哎 就可以哈是吧 哎 拔刀向向了哈 虽然这样做不太厚道 但是 我们为了试验一下哈 这样会不会可以获得第三个重生雕像 我们已经 哎 飞恩已经偷到了哈 飞恩在这边已经 呃 我回去洗了一下点哈 已经把这个偷到了 并且偷了 他一些装备哈 这有一个加幸运的还不错哈 可以给我们的beast 就先戴上了哈 是不是 呃 这个有一个戒指是加什么大家战场的哈 但是这两个加召唤的我不想扔掉啊 嗯 那还是先给beast的带哈 beast 烈火 烈火先不要了吧 哎 这一家战场家自杀哈 是非常好的一个装备啊 哎 哪去了 啊 是个腰带哈 是个腰带 哦 这个也是加幸运的哈 这是22 这是25啊 那没有一抹 没有用 垃圾啊垃圾哈 一会卖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哈 我们就可以反水了 准备开始反水啊 我们的这个beast可以做一些准备哈 但其实还好哈 他打他没有那么难啊 嗯 但是我们对吧 出于这个谨慎起见哈 先把我们的巨型宝宝招出来 其实召唤10点就满了哈 我们已经加满了 剩下堆到了 现在堆到了12点 现在都是靠装备堆到 嗯 所以剩下的点 现在我们加的都是战场哈 我们向阿菲恩 嗯 也帮助来辅助一下战士的这个角色啊 嗯 然后我们的小姐姐可以跟他开战了 哎 但天赋我们得到了哈 但是战斗我们也要打 哎 他他使了个应激传送哈 这个很烦啊 不方便我们 嗯 方便我们激活他哈 这被刺我们 哎 你看这应激传送啊 嗯 嗯 我们的西北尔没有入战哈 西北尔 哎呦入战了 但是走出好远啊 怎么搞出这么远来啊 那我们的Beast 嗯 先给我们的小宝 小小姐姐加个甲啊 别死人最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他缠住啊 我不知道缠住他会不会 他还会不会应激传送啊 不清楚啊 试一下 就是中级版改了以后 有一些东西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哈 所以小米也不是特别清楚 再加上玩那个版本 已经比较长了哈时间 所以不是很确定 再加一下buff吧 然后我们可以 现在大家的技能 还都是比较初级的哈 有高级的技能 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去学 还没有买技能书 因为很贵啊 我们先做一些任务 嗯 咱咱看哈 这个助能没助上吗 啊 助上了呀 助上了是吧 诶 那我们的费恩 就可以考虑 超速捅吧 水门就水门吧 打什么都不是很重要啊 飞个盾 我们的盾还可以哈 嗯 我们刚才减了二体质哈 所以刚最开始的盾掉下来了 我们换了一个盾 嗯 我们的宝宝就随便了哈 随便 诶 哦 应急传送啦 哇靠 诶 这 这很难受哈 这很难受 这没注意哈 没注意 哎呀 这很难受 我们跳回来 我看你还往哪传 这就让 这打得比较费劲哈 你真是总跑 这难度倒也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比较费劲 哼 哎 你射到这儿来了 射到这儿来了 我们也没什么能做的 空他也不至于啊 随便吧 拼A吧 射 哎呀 他又跑了哈 又跑远了 我们能不能制伞打击 给他留在哪儿啊 看来那个缠绕是没有用的啊 这打不到他啊 会被阻挡 就是正常的我们的弓箭 是有抛物线的 但是使一些技能的时候 好像这个抛物线就不太对了啊 反正这样应该是可以射到的 那我们可以给自己上个凝神 射 哇塞 射哪儿去了大哥呀 你要射哪儿去呀 哇塞 你这就不好了吧 他不会拖战吧 哥们 我们赶紧追上去啊 这个格子超过20米就拖战了 哎 这不能让他拖战啊 这我们 我们给宝宝上个加速吧 让宝宝去追 这很烦啊 给他上一些技能 我们小端腿就不去了啊 小端腿太远了 这个他可以追追哈 他有传送技能 可能是可以给他传送回来的 看看能不能够到他啊 诶 能 可以 非常好 但 诶 无效目标 不能传送啊 哇 是由于我们的缠绕吗 我看一下啊 啊 这是我们的缠绕啊 还起到反效果了 诶 惊了 那我们就A他吧 让他回去哪儿啊 诶 魔法伤害 我没有直接伤血的就不算啊 打假的就不算 一旦破假了以后的伤害就算了啊 诶 这很难受 诶 我们的凤皇俯虫呢 没有带吗 那现在临时调整应该是不让的啊 诶 这 诶 这 这 那我们这短腿得跑到啥时候去 那也得跑啊 跑过来吧 诶 这边叫爱飞百货啊 这个名字 这个地名感觉很奇怪 我们的宝宝 诶 走到这儿 然后扔他一下 诶 撞他一下 撞倒了你总不会也传送吧 诶 撞倒好像也会传送 怎么看 在那边倒下了啊 但是也传送了 诶 那我们射一下吧 那怎么办呢 看会射到哪儿去 射哪儿去啦 是这儿来了啊 还行 还在视野范围内 再射 好 他会变身啊 对 他会变身 然后我们又再次进入战斗啊 然后 嗯 考虑 要不开身上线速啊 还是让一下 就不要让这个战斗变得很复杂哈 尽量的简化他 看一下这个伤害八十多哈 八十多可能破不了甲 算了哈 直接平衡 嗯 几刀剑要用吗 没有必要哈 不用了 扣 舍不得 这只网可能会让他们行动力受限啊 嗯 哎 他伤害很高其实啊 他伤害很高 毕竟他有两个形态 这个地方搞不好还是会死人的哈 但是你说翻车 我觉得倒是不至于啊 但是可能会死人 哎 我们出来再跟他 再跟他大战三百回合是不是啊 宝宝扔他 你扑一下跑就行了 你别老瞎子瞎溜的了 我们走靠近 哎呦 也被往复了 这可还行 嗯 那我们小姐姐没什么事情干哈 给大家加加甲 没什么事干哈 结束吧 嗯 嗯 你的飞恩可以再照一个宝宝 对 正好这有点喜啊 哎 就是 这样就刷新了 他的行动回合 嗯 助能 召唤时的价值要体现出来啊 助能 好的 这个宝宝的伤害只与他的召唤 就是只与飞恩的召唤等级有关哈 与这个 四四 三大主属性都是没有关系的啊 要记得这一点 哎 撞到 就是 你就已经是只死蜘蛛了 啊 瘦 好 谁说 Beast 没什么好干的啊 Beast现在是个法师 这是一个法师 没什么好干的 我们是个混搭队哈 所以 挠他一下 撑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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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他 他现在这回合应该就死了 差一点 选择松展 好的 我们来看看会不会有两个旋轴啊 会不会有第三个雕像 啊 不会啊 不会 但是给了我们两把匕首啊 不会 那就只有两个 就是说明整个游戏可能就只有这么两个雕像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哈 有两个雕像 那我们把这两个雕像分一下吧 我们比较容易死的 那一是站在前排的费恩哈 一是站在前排的费恩 二就是 二是谁呢 二是我们的西贝尔哈 西贝尔输出比较高 给我们的西贝尔 这都没有用哈 我们没有 没有那个 刺客哈 然后这边我们在选的时候发现多了一个选项哈 可以把装备直接储存到 复收女神号的储物箱里 我们就可以把之前这些什么暴君套什么的是不是 就直接扔回去了哈 这些我就自己再调整 哎 这个地方那个任务就算做完了 哎 往复了可还行 哎呀 真是 行啊 你你复着吧 我们走了 哎呀 往复了可还行 这些骨头是有用的哈 可以磨成骨粉 这个 研磨研磨这个道具哈 还是小米建议就是建造了还是点一个哈 还是很有用的 哎 然后我们让Beast 让Beast在前面哈 进去跟这个洛哈说话 费恩好感度加5 是什么意思啊 是要费恩来才可以吗 必须我们的主角来吗 我不知道啊 我们这洛斯小姐姐还在那复着呢 就复着吧 我们赶紧把那个技能带上啊 我一会儿怕忘了 我们进去看看跟这个洛哈对对话 也就是反而我后悔这个日子 哎 这个玛拉是她的女儿啊 洋女啊 洋女 但是这个女孩又刺杀她好像是啊 就好像被人控制了 好像发了疯一样 哎 她对她用心还有 就怎么的呢 不能好好说话吗 那我们的Beast上去跟她说话 让Beast说话 还让Beast说话 他们提到来人的女王 他现在是个商人 加斯蒂尼亚应该就是他们的女王 这跟Beast的权任务有关系啊 哎 她她受了伤啊 她说绝不顾惜她那个洋女啊 哎 她提到了西娃导士 她就是我们之前那个 麦了迪让我们去来这个服务镇找的这个导师 让她帮我们开启更多的这个命远点数的这个人 所以 你想什么 啊 我可以帮你 哎 这个说服还没洗呢 所以现在可能说服不了她 哎 我们现在点的是盗窃啊 我们随便选一个啊 啊 行啊 哎 行吧 不告诉我们就算了 哎 她让我去调查 为什么这个她女儿会杀她 哎 她怀疑一个叫莫德斯的人 哎 她已经找人去看着莫德斯了 哎 她给了我们一把匕首啊 哎 她这把匕首其实非常好的这个刺客的武器啊 可是我们其实没有刺客 哎 如果你有刺客的这个小伙伴的话 可以考虑装备一下 哎 然后这下面的任务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那边有个这个服务镇的这个竞技场 但是我们现在 呃 等级还不行 还打不过 我们先不管 先出去 啊 我们先 先去哪啊 先去广场 哎 然后呢 哎 这个大概的任务我们都接的差不多了啊 这个洛哈让我们去调查这个 这个 为什么她的女儿要刺杀她 然后这个静元导师呢 让我们去调查矮人哈 然后那个办公室也的静元导师呢 让我们去这个 呃 去找一个人 为什么 就是找一个修理将啊 修理将啊 叫什么来着 西哥吧 啊 对 说她是跟这个静元导师的失踪案有关啊 哎 这是三个三大主线任务 还有一个主线任务是什么 就是找那个 呃 西娃的那个叫导师哈 西娃的导师 他已经被这个静元导师们抓起来了啊 我们现在的能力呢 还有点救不了他 我们再升一级 再升一级我们再去 哎 再升一级再买一些这个技能卷转我们再去哈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黑妞旧馆 这里面还有很多任务啊 哎 我们首先来到厨房这边 也可以看到一个女的这个精灵哈 在这里 哎 我们先先存一下哈 然后我们走到这里以后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啊 哎 她不让我们碰啊 她不让我们碰 那我们就悄悄咪咪的对不对 底下有秘密哈 有秘密 哎 我们可以捡到哈 哎 她她找到了一个人 一个有静元导师印记的有血的一个戒指啊 啊 啊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哈 我们可以回去告诉这个 她不说她这个同伴这个失踪了吗 回去告诉她 看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你千万不要偷东西哈 这就是开战了就很很酷啊 哎 提起失踪这个话题哈 我们发现了一枚染血的戒指 来 把这个戒指给她 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的 哎 让我们去这个公牛酒馆啊 她让她去质问厨子 哎 然后这个女的就去了哈 然后我们就跟着去看这个女的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哎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这些剧情 就是喜欢剧情笑的小伙伴们 可以慢慢在这个扶墓镇里逛哈 有很多奇怪的这小剧情哈 哎 我们又 她要逮捕她哈 结果她被她打了 哎 然后立刻就死了 哎 这厨子感觉好像很厉害 她一刀就把这娟导师给秒了 哎 然后她好像也要杀我们灭口啊 哎 她把这几个娟导师杀了 是她杀的哈 哎 她还填饱了几个人的肚子 说明什么哈 说明这些人吃的 她是个厨子哈 说明这个 她用了这个娟导师的这个肉来做饭啊 这也是她怎么毁食灭迹的 哎 所以她就跟我们开战了哈 开战就开战吧 但其实她 她是为了复仇啊 她可能是 就像是之前我们遇到的那些人一样啊 她有亲人 被捐导师们伤害了 因为捐导师们中有很多很残忍的人 所以她这个是为了复仇 才做这样的事情哈 但是 没有办法啊 杀人就是杀人了 我们 我们就做我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啊 哎 她是个刺客啊 但她其实挺菜的哈 哇塞 我收回我的话哈 哇塞 哎 我我就算 捐了二体制也不至于啊 幸亏我们有重生雕像啊 哇 这可还行 这重生雕像强就强在 她一回来就是满血啊 哎 我们其他的那些天赋什么的复活都是 都是残血啊 所以这个 哇塞 哇塞 你有点厉害啊 小瞧你了啊 赶紧给我们的这个西贝尔上个甲啊 上个甲 哎 我们可以把它震倒哈 这个地震树是 是 物理护甲的哈 就可以给它震倒 哇塞看着很炫的样子哈 这个效果还不错啊 效果还不错 哎 这可还行 上来就把这个雕像用了哈 这 这就掩饰了 这感觉是 这他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哈 我们可以找宝宝 也可以就直接平A 是吧 看看我们 肺炎平A的伤害很低哈 四五十点 让西贝尔自己报仇 什么情况就被你打死了 怎么就被你打死了 发生了什么就被你打死了 哎 升级了升级了 好的哈 那我们把这个雕像也合成一下 我们在这个工艺里边 嗯 我们找一下那个雕像 在这儿 再找一个复活圈轴啊 复活圈轴我们攒了很多啊 之前都没怎么用 你看这个二十来个哈 我们合成一下 它就又变成这种了 就可以又又帮我们挡一条命 哎 这个把这个卷轴给这个 西贝尔真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哎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哈 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配方是什么 哇塞 这是这几个晶圆导师的这个重量啊 他还记下了一些名字 还要杀他们 哎呀 这就感觉很残忍啊 其实是非常残忍的哈 我们让这个 让西贝尔把这个脚吃一下 看看什么 这吃脚总感觉有什么 很有味道 我帮我看一下啊 抱着一个失去生命的精灵孩子 哎 静元导师是杀人凶手啊 是他的孩子被静元导师杀了 所以他才变成这样的哈 所以也是有原因的 但是 哎 无论怎样都太残忍了哈 太残忍了 然后这里边有一些东西哈 这比如说这卷轴是好东西哈 其他的倒无所谓哈 哎 蜂蜜 一罐蜂蜜是好东西 哎呀 我捡不到哈 拿着一罐蜂蜜 其他的这个炖菜可以拿一下哈 这后面的任务可能用得到 哎 然后这个晚餐可以拿一下哈 晚餐加许还是不错的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哈 就可以走了 然后我们就成功的升到了十级啊 这个初始的任务就达成了 哎 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比较难一点的任务了哈 然后我们 我们这个任务解决了 我们得回去跟他报告啊 是不是啊 带着恶臭回来给你报告了 嗯 我们跟他聊一聊 嗯 就很容易偷东西哈 说厨师杀了靳远导师哈 哇塞 他还觉得这是最满意密的啊 他死了那么多这个同事 他都不觉得 他还觉得自己可以升职啊 哎 这个人其实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 哎 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也不是什么好人 加一战场 加一死灵 这个可以给我们的西贝尔啊 行吧 再拿这个吧 哎 好的 那然后这个任务 就算是完成了 就算是完成了 哎 我现在就完成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 去跟这个铁匠的那边的 那个任务哈 因为他本来是让我们 去抓挺匠的嘛 嗯 我们看一下啊 法网灰灰 不是这个 哎 那好像那个任务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归档的 嗯 欲望之本哈 哎 消失的靳远导师 哎 那我们去去看一下啊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任务之后 我到我完成了这个之后 会变成怎么样 我没试过 嗯 正好也把这个多种 我没试过的地方 都尝试一下 给大家一些思路 嗯 他本来让我们去找的 那个修理匠啊 藏在这个这个捕鱼场里啊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啊 在哪里 嗯 从从这边正门进去吧 没关系 哎 他们都在这里搜他呢 还正在这找他呢 但其实笨死了啊 其实很好找 我们去把他找出来啊 这里也很多桶啊 都是可以出发这个幸运的 哎 我们都可以出发一下 我们就快速保存一下吧 我不知道这个修理家 还会不会在这里了 这是还有没有这个任务了 哇 这我随便一开 这个还行 哎 这就是我说的哈 这 这就很好哈 这 这加这么多啊 是不是啊 哎 那这修理匠就不在这了 真的吗 原本来说 他让我们找的一个修理匠在这 哎 在这 哎 就是他就是他 奇怪的货物 哎 他就是那个修理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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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离开浮沫阵 不要被人发现 哎 这样哈 我们就答应他 让他跟着我们哈 他其实已经不知道 他已经 他已经 他已经没事了哈 他现在是这种状态 然后只要我们一 藏起来哈 哎 你不是应该跟着我们藏起来吗 跟我想的不一样哈 反正不能让他被这些经验导师看见啊 我们就沿着条标慢慢走 也别过来 别过来 快走 完了来不及了 哇塞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那就只能开战了 那你就一个人来追我们 是不是有点有点厉害了 啊 就跟他一个人开战了 那行吧 反正这里的这些经验导师也不是什么好人哈 我们也不用了 这 来了这边以后我们就发现哈 敌人的这个物甲都很高哈 然后魔甲很弱哈 所以我们 这边其实最好还是 改用走 走魔法路线啊 给我们的洛斯小姐上个凝神 对吧 让他来打哈 然后这样一比的话 我们的这个 我们自己哈 这些甲就很薄哈 我们的洛斯小姐才 才五十多甲哈 就很脆 很脆 很脆 我们看看 这洛斯一打 就可脆了哈 这甲立刻就没了 我们就拿魔法打他哈 他还给自己上五甲 上五甲有用吗 没有用 我们抱他一下 不要抱到自己人哈 抱到那个人 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敌人啊 我们给他点着哈 点着 就是点着哈 他使了魔盔甲 所以他没被点着 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啊 还可以把你灵湿嘞 湿啦 湿了就可以动入嘞 就是 然后还可以爆炸嘞 看着点哈 别炸自己儿子 炸着他哈 然后 我们的费恩 哎 宝宝招不招都行 我们的费恩先攻 现在有点低哈 我们可以给费恩再堆一点先攻 最好能让这个宝宝提前出手哈 你否则费恩被控住了的话 这个宝宝没等招出来 就很烦啊 所以最好再给 费恩堆一点智慧 哎 好的哈 给他冲完囊了 然后 这不就是让我们鱼肉了吗 哇塞 还打了椅子哈 打了一些椅子桌子什么的 好的哈 哎 这样 就得了点经验哈 然后这 这得完经验了 他藏起来了 这个还行 我们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啥 哎 没事好玩啊 我们继续走 你别藏了 你出来吧 啊 走走走走走走 嗯 我们看一下哈 那边 那边有人哈 我们可以绕过去吗 这边能绕过去吗 好像不行啊 那可能跟这边这几个人也要开战哈 开战就开战哈 其实也无所谓的 哎 我们的大宝宝还没消失呢 哎 他又来了哈 又来送死了 啊 行行行 再打一架吧 哎 这几个渔夫可能会跟 哎 没有 就他一个人参战了 哇塞 又是只有一个人 这机缘导师真是头铁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甲啊 又是这个魔甲很低的这种啊 那我们还是给 给我们的这个露塞尔街上 嗯 我们西贝尔休息休息啊 总是我们西贝尔处处也不好 哇塞 谁就被撞倒啦 哦 我们的这个修理匠被撞倒了 修理匠被撞倒了 无所谓 嗯 我们的贝尔 不对 我们的beast啊 beast 烧手 哇塞 我不会把修理匠打死了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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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不要碰到修理匠啊 哇塞 把什么玩意给炸没了 啊 不管啊 不管 这个人没有烧起来啊 你会潮湿吗 会啊 会 但是这个视线好像受阻了哈 但还好我们这个是抛制的技能哈 还好 给它动手 嗯 那我们的beast 是不是可以不 我们的飞翰可以不出招了哈 不出招了 让我们的宝宝打他就好了 不 呃 旋风 斩 呃 好的哈 这个就解决了哈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人带到哪去哈 就带到 哎 也别再走开走开 我们要走 用梯子哈 怎么就跟我捡了五点好感度了 因为我把你的桶打碎了吗 真是 这也行 哎 他是不是又藏桶里了啊 要往南 哎 你不要一战斗一结束就缩起来好不好 我这还上不去梯子了 又藏桶里了哈 他又藏桶里了 跟他说话 哎 走走走走走 别藏桶里啊 没什么的 不要怕 你的队友还是比较强的 当然只能打那些小小菜的时候比较强哈 打一些比较厉害的战斗还是不行 我们现在需要更高阶的技能 哎 就沿着这边哈 就就送到这个门的外面就好了哈 我们快速保存一下 有的时候容易出bug 哎 那边有人哈 别往那边走啊 看看 怎么能绕过这些人最好啊 就别让他们看见他 哇塞 哎 这就好了哈 这就好了 他感谢我们哈 哎 他会逃到阿克斯城 哎 他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卷轴啊 哎 他也提到这个厨子啊 所以我们先来救他也可以的哈 也会把我们指向这个厨子啊 又又得了一次英雄标签哈 嗯 神社水战 哎 道歉 可以换一下飞燃现代的手套 飞燃现代的手套不太好了 神社和水战有没有用呢 这个符文也是还可以的哈 可以加命中 加命中吧哈 这个符文其实比较不错 哎 这样 好的 嗯 那小米看一下本期的时间 也差不多了哈 我们就 呃 这期就录到这里了哈 已经完成了一些这个 比较有趣的 这个不用太多战斗的任务哈 这之后接下来呢 我们已经升级了 小米会捡一些垃圾 然后看一下要买一些这个技能书 下一期上来我们调整一下技能 然后来做一些相对难一些的任务哈 哎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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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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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